备忘录是我们经常会用到的便捷程式 它便捷快速,可以方便我们及时记录一些资料 与此同时呢,不小心删除备忘录其实也很常见 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去怎么找回它们 我们接下来就会来讲解有什么办法可以救回您的备忘录数据 如果我们只是不小心误删,然后发现了这种情况 我们就可以马上利用iPhone内建的功能进行恢复 转到备忘录程式的最近删除档案夹里面 点击右上角的编辑 然后想要恢复的备忘录你就点它 然后左下角有个搬移的按钮 接下来选择你想要移动到的档案夹就可以了 不过这里只会保存30天之后就会被永久删除 如果您过了期限之后才发现 或者说直接在最近删除里面也删掉了 那么如果定期有把数据备份到Items的话 其实也可以轻松从Items备份里面实现这个数据的还原 首先将iPhone连接到电脑,打开Items 然后选择要回复的备份,点击回复备份 回复之后你的iPhone就会被重置 全部的数据就会被备份的给覆盖 其中就包括备忘录的数据 所以您是需要完整的回复iPhone中的全部资料 不能单一的选择备忘录这一个程式 其实我们很不推荐这个办法 那如果没有定期在Items上面备份 你就可能担心就无法恢复掉这个丢失的备忘录数据 或者说你觉得全部的数据一起恢复这样好麻烦 那这种情况下iOS数据恢复的工具呢就特别的有效 你就可以选择我们的iMindphone D-Bag 来找回iPhone上被闪除的备忘录 无论说你有没有备份 iMindphone D-Bag都可以帮你找回它们 它能够无备份的从iOS装置上面预览还有恢复资料 还支持预览与恢复Items或者iCloud的备份资料 然后去解决iOS一些恢复的问题 它还支持恢复22种以上的iOS档案数据 包括照片啊联络人短讯备忘录这些 甚至还有WhatsApp这个LINE的讯息都可以 它还支持全部的iOS系统 包括最新的iOS15.4 要注意的是我就是你删掉了备忘录之后 它的数据就是从存储槽的以分配部分 变成了未分配的部分 所以你最好在删掉备忘录之后 就不要动你的手机了 因为这样可能数据会被覆盖 下载打开iMindphone D-Bag 然后把iPhone连接到电脑上 选择合适的恢复模式 这边我们用智能模式 我们选物删的数据 然后没有备份 然后类型的话我们就直接直选备忘录 这样会快一点 然后点选下一步扫描 然后扫描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这个软体有没有说 找到我们想要恢复的备忘录 找到之后我们就可以点选恢复 之后选择就说要把它存储在哪里 然后马上呢 它就能恢复到我们想要的位置 然后我们就可以点解来看 以上就是我们找回iPhone中被删除备忘录的几种办法 如果这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按赞 然后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会持续更新iPhone实用技巧的教学视频